3 2 1 经历一波三折 期间拉锯了接近十年的轻轨工程 终于动工 首先开工的是荡窄市中心的土建工程 总长度1.94公里 途经海洋花园 赛马会 澳门运动场和旧城区四个车站 总造价4亿8900多万 首阶段工程分七段完成 预计在2015年完工 政府承诺会尽量把工程 对路面交通的影响减到最低 将来在施工实施里面 我们将会很灵活地 作出一些施工方法 将对交通的影响减到最低 不同的地方 次立有的坂树处 给附近的居民 它能够反映他们的意见 令到我们监管部门 能够快速回应 特事特办 轻轨总预算 从之前的75亿 一下子跳到110亿 被问到将来会否像澳大 恒情校区一样越滚越大 刘士尧并没有把话说死 只说目前仍有多个路段 还未有招标 是否追加预算 目前还是未知数 在这个开标里面 都是用这个预算 当然在这个进程过来 有些什么改变的 我们会即时向社会作出一个公布 好吗 刘士尧又说 有信心轻轨进度 能够如期完工 未来会大力培训管理和维修轻轻的 技术人才 澳雅卫视蔡佩信李冰冰 澳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